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脱离了正常轨道 陷入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其根源在于美国的前政府出于自身政治需要 对中国的走向和政策做出了严重误判和歪曲解释 借此出台的各种遏制打压行径 给两国关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今天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 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而人为气气的高强 真正客观准确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读懂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